大陸歌手光澤推出新歌《空星》的MV 拍攝風格有點黑暗驚悚 內容除了有性愛畫面之外 還有裸女泡在水缸中 大量屍體等的畫面 其實MV故事是在敘述 身為科學家的男主角周永萱 為了讓車禍去世的女友能繼續陪伴她 用女友的屍體製造複製人 但這些複製品都只擁有幾天的生命 所以才會大量複製之後 又出現大量的屍體 藉著反差盛大的劇情 並點出男主角對女友的愛 但MV畫面血腥驚悚 還沒上架就已經遭到電視台進播 只能在網路上收看 該MV預計10月20號凌晨四處 想知道到底是多大赤豬的朋友們 可別忘了到時上網搜搜啊